去年,杭州最美司机吴冰的英雄壮举让我们记忆犹新 前几天,浙江利水的一名司机遇到了类似的事情 巧的是,这位司机的名字也叫吴冰 1月7号16时43分23秒 李水的这位吴冰师傅驾驶着浙KA9398客车 途经金陵温高速船辽隧道时 距离前方约20米的一辆货车 因为右后轮钢圈突然碎裂,向后飞出 先是撞到隧道内的墙壁上,又反弹回来 再次撞向了客车 紧急关头,李水的这位吴冰师傅临危不惧 规范操作及时避开了飞轮,并且把客车停稳 确保了26名乘客无一伤亡 虽然前后仅有5秒钟的时间 但这是他开车29年来最惊心动魄的时刻 后面我停下来以后就打开算下灯 打电话报警 报警了以后我就将车子移到山东外面 疏伤那个旅客 据了解,客车因为躲避及时 迟迟被飞出的货车后轮轻微撞伤 目前正在维修 这位吴冰师傅今年51岁 是李水汽车运输集团的一名老驾驶员 目前已经安全行驶161万公里 演唱并且在飞银椀之后 熾虾